哈囉大家好,我是波胖 今天要帶大家來開箱三星的Galaxy A52 5G 它是三星近期討論度頗高的中階機 在外型和規格方面都有可以講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帶大家來看看這款手機的實際表現 首先在盒裝方面 它並沒有像旗艦機一樣改用薄型的盒裝 而是維持傳統的包裝尺寸 正面是手機的彩圖以及型號 開箱後 盒裝配件包括手機本體、充電器、傳輸線、卡針、保護殼 以及說明書 另外手機螢幕本身就貼有一層保護貼 雖然這款手機支援25W的閃電快充 不過標配的充電器是15W的規格 內附的保護殼是透明的軟殼 提供基本的保護力 來看到機身本體 設計上基本延續了這兩年三星手機的風格 也就是正面配備挖孔全螢幕 背面相機採用左上角方塊造型 鏡頭的排列方式也與品牌其他機型高度統一 品牌的識別度相當高 不過這次在相機背面的方塊部分 做出了類似一體成型的過渡感 以往那種相機區塊完全獨立於背蓋的感覺 在A525區上大大降低 看起來更融為一體 現在看到的這款是黑色款式 那它另外還有白、藍、紫共四個顏色 背蓋都是這種消光霧面的設計 材質是塑膠 個人其實比較喜歡另外三款顏色 尤其是我這邊另外介到的紫色款式 背蓋是這種淺一點的消光薰衣草紫 邊框也有淡淡的紫色 只能說這個紫色選的真的非常好 是個好看、舒服、但是又不會無聊的顏色 在服裝造型上也是相當的百搭 說回到手機本身 整體機身它支援IP67的防水防塵 是同期三星手機中比較少見到的規格 螢幕是FHD Plus解析度的Super AMOLED 而且支援了120Hz顯示 是三星的中階機第一款支援高更新率螢幕的機種 設定裡面可以去切換60Hz以及120Hz 不支援自動動態更新率調整 另外這款螢幕它也支援了指紋辨識功能 前鏡頭是3200萬畫素 採用置中挖孔的設計 挖孔的尺寸也是盡可能的做到最小 鏡頭周圍的黑邊已經幾乎消失 那實際拍攝的效果我們直接看樣張 個人覺得日拍的效果還不錯 色彩和美顏的表現延續三星的淘氣風格 幾聲虛化也很自然 在低官員環境拍攝的照片 看細節難免會有比較多的塗抹 但是整體的觀感還是很好的 機身的上方是3選2的卡槽 支援有5G加4G雙卡雙待或記憶卡 右側是音量鍵以及電源鍵 底部可以看到揚聲器、USB-C、麥克風以及3.5的機孔 那說到揚聲器的部分 A525G支援雙揚聲器 除了機身底部、螢幕上方的聽筒也是 加上有支援度與全景聲 雖然不是雙前置的設計 但是播放的效果還是會比單喇叭好很多 相機搭載的是四鏡頭 包括6400萬畫素F1.8的標準鏡頭 1200萬畫素F2.2、123度超廣角鏡頭 以及兩顆500萬畫素F2.4的微距鏡頭以及景深鏡頭 其中主鏡頭還支援了OIS光學防手震 這同樣也是同級A系列手機中第一次搭載 實際拍攝效果也是來看樣張 日拍不用多說,包括細節、色彩等各方面都很OK 搭配人像模式的拍攝效果也是很不錯 對於膚質的修飾算是恰到好處 夜拍方面同樣支援夜景模式 讓拍攝的畫面看起來更明亮 而且因為有OIS的加入 所以就算是手持夜拍,成功率也算是蠻高的 基本上是一款拍攝體驗相當舒適的中階機 微距鏡頭就有點湊數的異味 雖然比起200萬畫素的微距鏡頭 500萬還算是有點實用價值 但是實拍的效果還是只能算得上普通 普通通 我們要全部ğa balance 把你的可응 至少一個情形自 허�ändern 然後整個精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最后来看到效能的表现 A525G搭载的是高通S750G处理器 这次拿到的是比较高阶的版本 配备8GB的RAM以及256GB的内建储存空间 以下测试都是会以这款为主 另外还有比较低接的是6GB 128GB的容量组合 不过按照过往的经验 这个规格差异对于测试结果的影响不会太大 主要会有差异的是在连续多开软体的稳定度 RAM大一点的表现也会比较好一点 那首先一样从跑分开始 其中在刚刚大改版的安兔兔V9中 获得了超过39.7万分的成绩 这边提醒一下 因为V9和V8的成绩计算方式不同 新版的数字会比较高一点 目前看起来差距大概会有10-20% 所以建议不要直接拿V9的成绩 去跟旧版的测试结果横向对比 而在3DMark的WireLife Trace Test测试中 整体的性能稳定度达到了99.5% 接着看到游戏实测 这边手机全部都设定为120Hz更新率 首先狂野标车开启高画质 满帧30帧 平均帧数测出来是29.7帧 黑色Sumbo M开启机器最大 满帧45帧 实测结果为平均43.9帧 满帧3开启最高画质 满帧是60帧 平均是44.2帧 建议降一点画质再玩会比较顺 POP居然分别测试了 高清画质搭配高流畅度 以及均衡画质搭配超高流畅度 满帧为30帧以及45帧 实测结果平均为29.8帧 以及39.8帧 最后使用原神来做压力测试 直接把所有的画质选项都开到最高 接着在层阵中持续移动20分钟 最后测得的平均帧数是24.4帧 可以看到前3.5分钟平均还有30帧以上 后续就一直起起伏伏 最后的5分钟平均大约是20帧出头 所以如果要玩原神的话 建议也是要降画质来跑 最后看到电力表现 A525G的电池容量是4500mAh 这边使用PCMark工作2.0来做测试 首先萤幕更新率设定在60Hz之下 测得的80-20%电池续航力是13个小时又50分 真是很不错的成绩 而在开启120Hz之后电力也有10小时又15分 达到了及格的标准 可以说A525G在电力上的表现是很不错的 那总结来说 三星这次A525G的卖点不少 包括完整的防水能力 以及首度支援的高更新率萤幕 还有主镜头的OIS光学防手震 硬体上算是堆了不少好料 加上好看的外型 不错的电力表现 淘喜的前后镜头拍摄品质 以及实用的3.5G孔搭配立体声双扬声器 如果近期想要入手中阶5G手机的话 这款A525G会是蛮全面的一个选择 当然毕竟还是中阶手机 如果你经常玩的手游 是原神这种画面等级的 而且你对画质有比较高的要求的话 可能就要考虑更高阶的手机才能满足你 另外盒中标配的充电器只给到15W 我觉得也是一个小遗憾 毕竟手机本身有支援到25W快充 如果说标配充电器可以一次到位 感觉会更贴心一点 好了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手机如何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 喜欢我的影片也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可以选择 我是罗胖胖,我们下期见,拜拜